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晨 来到星期六 美股近日在高位表现反复 好像有想回落调整的势头 港股方面也跟随走势偏远了 究竟这会不会是一个港股买货中线投资的好机会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如何部署呢? 下星期二晚9月14日8点 我就会和大家在网上讲座详细讲解 还未报名就快点了 因为剩下的位置就不多 就搜索下局的QR Code报名 有问题可以WhatsApp给我们 66219728 66219728 我可以直接报名 说完这个之后 接着我们就看看 刚才说了美股表现一样 我们看看 我集中研究的13个市场指数 最新的情况 先看超短期 超短期的形势 这12个市场指数 最强的原来是日经 大家有没有买日本股票的ETF? 日经表现是最好的 第二就轮到我们香港的红筹股 接着是上证 上海股市 接着是深证 上证众合指数 深证成分指数 原来这么强 所以稍后 我准备了跟大家详细分析 上海股市 和深证股市 接着再看 国企股 南筹股 香港的综合指数 包括二三线股 才到科技股 下面美股表现就差很多 看看 美股和英国股市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排第9 伦敦富士100指数 排第10 接着到标准普尔500指数 最差就是美国南筹股 这是近日大家看到的形势 短期小小看就如何 我们看头那几位 日经 上证 中资 深证 内地股市都真是不错的 中线 都是日经 都是那几个在头 长线 长线就不是了 长线依然 美国科技股 是跑赢了 那就是说 美国科技股 现在是处于一个 超短期 是短期之间的调整 然后就到美股 也是 标准普尔2500指数 日经 上海 深圳排第7 超长线 标准普尔2500指数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美国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都是排斥头的 日经 排第4 日经 全部在头位都有 每个时段都有 上证重合指数 深证成分指数 分别是第5 和第7 说完这个之后 我们开始看 今天的焦点 温色焦点 就是看内地指数 先看 相证综合指数 今天 我们再看两个指标 分别是 OBV 和DMI 亦都给大家看成交 先看这一张 日线图 如果在investing.com 大家记住这个 SSEC WSEC 或者你忘记 可以打上海 Shanghai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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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是否台地投资者知道美国总统拜登会打电话给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一路急升,急升都是连望的成交,一路是增加 即是说,上证综合指数这个升势是获得配合的 获得成交量配合,是在试紧支持这个升浪顶的阻力 如果下星期继续向好市况 站稳在前上升通道顶的上面 中期来说,是会继续向好机会很大 况且,你就这么计用波浪理论 这里升上去一倍,你当成一浪,跌下来 二浪,三浪,如果是1.618倍,到了未呢? 如果是到了,有权停,有权回到4 那4回多少? 4就是回这个山浪,由这里起,指这个指 0.382左右,多数不一定 然后再升到5,再破顶,去创新高位 又或者不回就怎样? 不回呢? 你便计算一下 这里,升到这里,一倍 跌到这里,由这里开始计算 乘2.618倍 会高一点,才回到4,再去5 这个就是形势 另外,除了这个高位之外 如果这个高位支持不住,就看这个高位 我摆了一支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我摆了一支按钮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数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高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高位 这个高位,不够高的 所以我不要,我摆高 不是,sorry,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不够高的,我摆过一些 这个是最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是3629.29 好,看不看,刚才我摆了一个位 刚才,3629.29 那自己便看了 如果你说,我懒了 我又不开车 自己开Investing.com 我想知道,低位哪升上来 计算一下 看到没有?3312.72 当然,你今次不是看H High 是看L Low 升上去 最高位,看看 大家计算一下 应该是这个 3 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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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得正 354.09 354.09 354.09 就是最高的位 没错 跌下来这个位 明显 3394.97 3394.97 这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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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了 大家便知道 如何量度上升的目标 接着看保利加通道 一路贴着保利加通道顶 向上移 看到吗? 一路贴着保利加通道顶 一路向上移 一路向上移 升势 还未停 第二个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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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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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稳定 粉蓝色 最新指数 3.310下午 SAR 绿色 红色 橙色 保利加通道 中组 指数高於SAR 而去保利加通道中组 的指数是否高於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我说是不高 你怎知 看来很难看 放大镜子会看到 不需要的,粉蓝色,低角,粉深蓝色 深蓝色代表保理加通道顶部,低角就是未过到 在下面,就是这样看 再看,我们看12345个指标 RSI,9天使用 9天RSI现在到78了,是配合升势的 配合升势得来,还要如何? 还要接近超买区,未到的,80才到 这位置,是接近超买区的 OK 如果我们这个78.33,我当成为475个指标 高不高过这个高位呢? 这个高位是78.3261的 即是高过了,高过就代表什么? 好事,没有背池 什么是没有背池呢? 这个高位,高过这个高位 但是,OBV是配合的 是这样看 现在我再看远一点 78.33 我看这个高位 是很整个高位 也是这样看 现在是对不到的 70 有点问题 去到3722.87就去不了 又不是,又有相同 3722左右,高位是未到的 即是说,现在我们的高位3703 是未升破这个高位的 但当它再升破的时候,大家要小心 大家要看看到时的RSI 高不高过这个高位 不过现在肉眼网也高过了,所以没有背驰 记住,我们来看这个高位 你不要去看这个高位 有些人对RSI的用处一丝半解 这个高位,我创新高 那我看看,市数最高的位置 我比对这个 OBV,不是OBV,对不起 这就是RSI 最高是这个 我们就比对这个 OBV也是,做法是一样的 那就错了 我们要相应 你哪个指数的高位 我们要看那天的RSI 要这样的,记住了 接着是STC STC现在两个,哇,严重超买 两个都高过90% K%D,高得很厉害 所以,要小心 上症状指数在短期内会回落调整 我是说回落调整的 我不是说V型转向大幅下跌 跌回来这些位置 不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看 一个新的细头形成之后 我们一步一步看 MACD 就看到Difference 是正数,所以是好的 刚才的%K,依然高的%D 是好的 我们看到几多指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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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五大指标,全部好的 上症状指数,短期形势 是显著向好的 看看OBV 刚才我讲了一段 看看OBV OBV现在很高 一眼看起来 这些所谓的高位 全部是低下的 即是这些高位 OBV是低下的 去到这个高位 也都低下的 所以OBV是完全配合 近期的升势 DMI DMI 有三条线 蓝色 橙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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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 看一看 够不够 红色 红色 不够 所以这个DMI 你可你回答 让我再考虑 答案是 由于这张图上 ADX 还是低于20 快到20 如果继续升 所以这张图 这指标 是不应该参考的 插了多了 不看 如果有过一两个交易人,升高到20,那就要看 如果升到20,我们就要看,正DI蓝色是否高于-DI橙色 我估计到时也是 是的话,就是确认当时,不是现在 当时是好友的实力高于淡友 现在也是,没错,现在也是 你就用其他指标看,不可以用DMI 好,说完上证织合指数,我们来说深圳 深圳就是SZI 深圳成分指数,成分Compersive 没那么漂亮,是不是? 和上证比较,没那么漂亮 原来是日线图 没那么漂亮,你看看走势是否横行发展 反映什么?反映科技股近期的弱势 不过近期,在低位增时的成交也是增加的 在低位增时,成交增加就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买家开始,大户买家开始低位,愿意入市涉货 没有突破的 这个低位,这个高位,这个低位 大家看到是13727 接下来,这个高位是15101 这之间只等突破 如果再窄点,就是这个低位和这个低位 我们不看,因为这个低位好像穿了一点 应该看这两个 短期内,估计都是这两个低位反复上落 或者不用那么低,或者这个都可以了 你可以这么说,收窄这个波动范围 这个就是14119 1418.73 1419 至刚才提到的高位 14702 这里 由这里过了,所以不要看这个了 14702 是不是过了? 现在最新的1477119 就看这个高位 刚才提到的15101 好了,这里你可以由这个低位和这个高位 这个范围炒上落 或者稳妥一点 这个低位和这个高位 高位范围炒上落 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 先看这个低位和这个低位 炒上落 如果看到这个低位支持失手 就改为由这个低位 至到,不是这个高位 至到到时彈了最多 最高的位置 之间抄上落 OK 突破暂时就没有一个势头 那么 指标 不看这里了 看这里了 指数 现在是高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当然是低于保力加通道顶部 也高于SAR 绿色那点 所以两个指标都是利好的 一个保力加通道顶部 保力加通道中族 保力加通道底部 不是叫做保力加顶部 我听到有些网台说 保力加顶部 保力加中族 保力加底部 就好像不太完美 人家叫做保力加通道 是通道的顶部 不是保力加顶部 不是发明技术分析指标的人的顶部 不和你说的头颗 RSI 现在是62 都叫做高于50 由于Invested.com 我说了很多次 它就有一个缺点 它就没得比我比较 RSI 和五天平均线的关系 有没有升破跌穿 我简单地 看看是否那么准 高于50 STC %K 又高于%D 而%D 都上回到50 上面 回到的话 就更加好 现在多是好的 当然 和上证重合指数比较 这张图当然没有那么漂亮 MACD 哦 那些分数 变成正数 几个交易前 变成正数 即是发出了 这个 红牛买入信号 为什么红牛不是双牛 因为 你看看 这个 M1和M2都是负数 所以就是红牛 都是好的 咦 五大指标 全部离好 当然不够上海那么好 都是好的 OBV 差很多 看一看 在这里这么低 一浪低一浪 如果一浪低一浪 我要看一样 这个 底 咦 之后 是没有被跌穿的支持 但是 旁样这个底 之后 跌穿一次 见一个底 再一个底 哇 那就是说 大眼上 你预期的阻力都会很大 不会排除 指数 在反弹完之后 再往下层底 跌穿这个底的可能性 这个当然不是说短线 而是说再久一点 可能是中线 应该是中线的看法 最后 DMI说黏了一块三文线 先看ADX 记住 ADX 是红色 20 足够20 20.8974 这张图要看 要看得来 看蓝色的正DI 是低于橙色的负DI 即是说 顾价或淡油的力量 是高于好油 那要等什么时候 可以 就等蓝色的条 再上多些 或者橙色条 不动 又或者橙色条 向下跌 蓝色上多些 代表上升动力大些 橙色跌落些 代表下跌动力 有一个交叉 蓝色升穿 橙色 而都市 红色 即ADX 依然在20 这就是买入讯号 但这个买入讯号 说过很多次 DMI 不是最快的买入讯号 只是确认买入讯号 让你买货 安心 买入讯号什么时候出 刚才五个主要的组 已经出了 好了 今天的投资影音分析 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上投资影音教育 就是 投资组合的资金分配 第二课 到时见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周末 立即赞好 订阅和follow我们etnet 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